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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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怀孕已33周 是她们夫妇的第一胎 我会想看尿片 十字巾 那些会用很多虚耗品 现在这个时候 人的体力疲了 所以收拾一些东西都要休息 不可以太劳动 她越来越胀 我比较乱准 莉莉和老公泽峰结婚十多年 今年她已经52岁 第一次有BB 两夫妇都很期待 这个过程 又惊又喜 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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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也怕她的成长 会稳定在自己身上 稳定之后很开心 喜悦 接着 接着 不知道 要慢慢探索 好像一个历程 是的 我们年纪大些 不过是一个很新手的 爹爹妈咪 基本上 对她也是一个零 每一件事 你问我 每一件事都很新奇 究竟需要些什么 这个工程很浩大 很紧张 不过 我觉得是愿意的 如果我再选一次 我都会重新选 都是选这件事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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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和泽峰都很喜欢小朋友 结婚之后一直都想有BB 直至上年的一次抽血检查 美丽发现自己终于都成功怀孕 那么多年我都没有特别去抗拒 会有这件事发生 希望每一次失败再来过 失败再来过 就从未灰心过 她去染了 她隔了一天 就给电话 你来拿报告 上去拿了一张报告 打开一张单 看看这个数字 好像中流彩 你给我看看是否真的 我没有看错 你真是中错 你真是中错 才知道原来真是中错 莉莉属于高龄产妇 所以怀孕的过程 她都非常小心 本身我自己 一直都有做开运动 那么多年 我亦都相信我自己 体能上 或者是那个 生理上我都可以承受得到 距离我身体的效果 不过 我觉得更加要给多些支持 因为最初期的时候 有些不稳定的 是 我跟医生说 有点像血块那样 她说 如果有血块 就怕胎拿得不实在你里面 说要你过了五个月才叫做稳定 所以她叫我尽量都去摊 睡 你打算真是教你的女儿 是 准教 她亦都很担心自己 会幻想任神糖尿 所以吃得很清淡 小吃了很多糖分之后 就一直继续 一直继续 一直继续 去染糖尿的时候 完全没事 还说 标准 OK 喝完糖水多 知道都继续 难得 你见到生命是在你眼前移动的时候 你已经是有一个 驚喜得到的 但是这个驚喜 究竟能不能打得实是靠自己 所以我们会紧张这件事 毕竟我们结婚的时候 已经四十多岁了 始终我身体 无论我怎样强壮 都和一般人 始终会衰落 所以最重要是太太的身体 这次发生的事情 不是轻易的事情 而且医生都说 你有年纪的 你很看实你的太太 其实不是她紧张 是我也紧张 我是在我工作的过程中间 一有空档就要回去 看她如何 我也很不安心 医学上 婦女35岁或以上怀孕 就会被界定为高龄产妇 根据政府统计署的数字 2017年 在35至39岁的组别当中 每1000个女性 平均就会占下54.7个BB 比10年前多了14.7个 而40至44岁的女性 弹下BB的数目也有所增加 每1000个女性 平均弹下BB有11.2个 和10年前比较 足足多了差不多一倍 医生说 如果高龄产妇本身没有疾病 基本上只要和一般的孕妇一样 怀孕期间维持均衡饮食 和做适量的运动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有部分高龄产妇 由于身体随着年纪而退化 毛病就会比较多 他们怀孕时的风险就会比较高 有些慢性疾病 譬如血压高 糖尿病 肥胖 血脂高 或者是有些隐性的观心病 其实都会在四十岁五十岁的时间 其实会出现 甚至不再年轻一点都会出现 可想言之 如果他们怀孕的时候 但又没有留意到自己身体 有没有这些疾病的话 到怀孕了之后才知道 其实都构成一定的风险 以及孕妇的死亡率都可能会相对提高了 就算高龄产妇身体没有这些疾病 怀孕期间 他们亦都比年轻的妈妈 更容易诱发一些健康问题 莉莉担心的任神糖尿就是其中之一 除此意外 高龄产妇亦都有更大的机会 出现任神高血压 甚至是任神毒血症 血糖的控制 脆弱年龄增加是越难控制 身体分泌胰岛素的能力 脆弱年龄会下降 糖尿病风险会高一点 身体的血管都会差一点 血压亦都会高一点 身体是真的在怀孕的过程 失衡而分泌一些毒素 所以我们叫做任神毒血症 这些毒素会影响血管收缩 便会造成血压高 由很正常的血压去到血压很高 可能只需要一个很短的时间 可能是几天 可能是一两个星期 如果血压太高 会影响孕婦的脑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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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脑的血管壁 受不住这个情况 会有脑爆血管 而那也是导致孕婦的死亡率 再差一点也可以影响孕婦的心脏 引导孕婦有心衰竭的情况 医生又补充 高龄怀孕不仅有机会影响到妈妈的健康 甚至对BB都有影响 例如是发展异常 幻想唐氏综合症的机会亦都比较高 胎儿结构是我们说K型 K胎 胎儿的心脏发展得不好 有心流 或者是脑部发展有问题 脊椎裂 这些都是糖尿病引起的一些并发症 糖氏综合症就是在第21条的染色体 是多了一条 而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其实就是和卵子开始 老化有关系 老化就是因为妈妈的年龄 所以在高龄的女士里面 随着年纪一路增大 糖氏综合症的风险是一路倍速上升的 医学上最理想的生育年龄是20至34岁 所以医生建议35岁或以上的女士 如果想生BB 应该先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怀孕之后更加要尽快看抚产科医生 安排最合适的产前检查 和相途分娩方式 很幸运 而且她说今天会下雨 丽丽的怀孕期已经进入大直路 为了保持身体健康 习丰和她不时都会在附近的公园活动一下 有和她游过水 有和她走 不过走最多 走多一点 差不多每天都会和她走一次 行不行 太后 慢慢来 即将迎接新的家庭成员 他们说将来会好好珍惜 和小朋友相处的时间 我会尽量用我们有生之年 去令到她精彩 丰富她的人生 将我们得识的东西 尽量给她 希望她能吸收到 这是我们有共识的东西 因为其实每分每秒 看你如何和她争取 去相处的时间和沟通 不要浪费 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的了 因为我爹来都过了一生很多年 上一幅我和她拍的就是 三十多年前 我们整家人的全家福 想不到三十多年之后 就是我和丽丽 因为我们是一个全家福 那你有期望吗? 很期望啊? 我都想她健康法律成长 我想她一辆人都开心 我是一个很愤怨的人 希望她是一个愤怨的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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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